東方日報報導 明年1月1日開始 內地將會實施全面禁止廢紙進口 但特區政府過去三年 懶理本地回收廢紙問題 現在全香港超過九成的廢紙由內地接收 有出口商坦然轉運到東南亞 令成本倍增或會停收廢紙 最快下星期實施 依賴賣紙皮衛生的實方者也生計不保 有環保團體批評 政府現在的資助只是為業界釣鹽水 促請政府盡快和內地商討開放特別配額 《文匯報》報導 全港食市萬事再禁止堂食 令到外賣平台的生意上升 鐵騎外賣員成為失業人士的救生圈 但是外賣平台的送餐要求競爛 外賣員必須在限定時間內送達 為求速度 近月發生不少外賣員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多個外賣員大腎穩命搏 又說多數是自顧人士 和外賣平台只是屬於合作關係 任何損傷都需要自費求醫 就算不滿平台的保險和福利 員工的移價能力極弱